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吃完晚饭,猎完狗之后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赌场发百家乐这个游戏都有哪些要求 因为我这几天呢,也一直在准备着赌场这个游戏规则 想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庄家还有闲家他的发牌规则 哎呀,我在组织我的预言 因为我不想误导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百家乐在赌场里的要求吧 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赌场百家乐的发牌规则还有要求 我们还是把大小王拿出来 我今天呢,还是用两副牌来给大家做演示 太多了牌的话 洗起来非常的麻烦 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赌场,我们赌场的 这个百家乐的这个游戏呢,它是用八副牌 我先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大小王 这个牌的顺序我已经是打乱了 因为之前给大家演示完之后呢 我就直接放回来了 这个牌盒里边 好了 那我们把两副牌呢,混合在一起 首先呢,我们赌场的八副牌是用那个盒子包装起来 整副的八副牌,除去大小王 放在一起 所以说呢,它的牌整个都已经是混合好的 然后我们呢,主管打开那个盒子 把那个牌交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分成两螺 然后给主管展示一下 这个牌的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螺都要展示一下 给主管看 OK 然后呢,就开始做 检查牌的背面是否有印刷方面的错误 因为前面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检查的 我们就是这样来检查 当然你在赌场的话 它的桌面比较大 你可以打的比较开一些 就是每一张牌都这样检查一下 当然这样是打的有点小了 就是 那我们要打的大一些 这样来检查一下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你打开的时候 你要这样稍微离开的距离远一些 OK 因为我们检查完这个牌的背面之后呢 我们是会放到发拍机里头 发拍机有个洗牌的过程 如果没有发拍机 我们旁边没有发拍机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自己用手来洗牌 我们还是这个样子 把它旋转一下 就是A,B,C 先洗 然后洗完了之后呢 是A,B 赌场的百家乐这个游戏是八副牌 我们洗完了把牌让客人来切牌 就是他有切牌卡 切完牌 你把牌放在发拍盒里头 我还说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削牌的一个过程 这个削牌的赃速呢 根据这个第一张牌拿出来的赃速而定 我们赌场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赌场呢 他这个 这个花牌在那个百家乐这个游戏当中代表十 但是呢 如果按照总数计算的话 他也代表零 所以说如果有花牌出来 我们就要削掉十张牌 这样 也就是说这个十张牌在游戏当中是不用的 我每次削完的最后 这张第一张牌拿出来都是要放在最底下 这样的话呢 如果要查的话 客人要查 或者是主管要查的话 你知道哪张牌 其实要查的话 查监控也可以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发百家乐 百家乐这个游戏呢 在我们赌场有两种玩法 一种呢 就是说客人是可以 他可以看 你比如说你发完 发了这两 发完这个 这个牌哈 庄家和闲家都发完了之后呢 客人 有一种游戏是客人可以拿了这个牌去查看一下的 这个呢 要求是 他的最低赌注是50美金 那他低于50美金的 这个游戏桌呢 他是不可以碰这个牌的 就是由发拍源来掀开这个牌 那所以很多玩家为了 玩这个游戏呢 他就玩这个50美金 或者是更高的 比如说有100美金的牌桌 一般客人查牌的时候 非常的 很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般情况下 你比如说客人在50或者50美金以上的牌桌呢 比如说他押的是庄家 那 我们把这个牌就会给这个 押庄家的玩家 但是如果一个牌桌上有几个客人压庄家 那我们应该给哪一位客人呢 就是给下赌注最大的那一位客人 如果两位客人下的一样的大的赌注呢 那我们应该给哪个 那你可以友善的提示一下 你们两个谁想查这个牌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是很有善的 因为他的赌的都是一边的 那肯定 对吧 你要争来争去就没意思 但是也有人会因为 想查这个牌而争执起来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大家都非常友善 OK 假如说 这个客人想查牌 我们会把这个牌递给他 然后请他来查牌 他查完了之后 我们要拿回来 把这个牌打开 那因为这有庄家还有闲家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先 如果有闲家也在玩的话 那我们就要先把闲家的牌 先递出去 如果只有庄家玩 闲家不玩的话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庄家的牌给递出去 但是如果庄家和闲家 两个边的赌注 都有玩家玩的话 那我们是要先把闲家的牌递出去 给那个闲家最大的 下赌注最大的那个客人 让他来查这个牌 他查完这个牌之后呢 我们把它拿回来 要把它打开 这是两个花牌 对吧 就代表是凉 那这边呢 压庄家的客人 我们再把这个牌递出去给他 然后给他 请他查完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拿回来之后 这个庄家的牌 也是要打开的 好了 那我们再发 因为按照百家乐的游戏规定 那玩家这边 那玩家这边还是需要牌的 那我们把这个牌发出来之后呢 也要给 玩家 压玩家 闲家的这个客人去查牌 他查完之后 我们把它拿回来打开 OK 按照百家乐这个游戏的规定 这样的情况下 闲家得到了一个六 庄家这边呢 总共是个六的话 因为这个十代表是零 六加零等于六 那证明 庄家这边还是需要再要一张牌 那我们庄家这边出了一张牌之后 我们把它 例刚才庄家查牌的那位客人 请他查完牌之后呢 拿回来 我们把它打开 OK 那现在的结局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六加六是十二 那就等于是二 这边是六 那先加为赢 而且他比庄家赢多了四个点 这个时候他如果买那个奖励的话 那他可能会赢 对吧 二比一 二赔一 就是他压十块钱 那我会给他二十块钱 那这一把牌就算完了 我们再来发一把 如果假如说这个游戏它是 不可以看牌的玩家 那我们发牌员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拿过牌之后 各 庄家还有闲家 各拿两张牌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闲家的牌打开 你看闲家 其实他发牌发的 他最先也是得到两张 对吧 然后他打开也是闲家先打开 然后再把庄家的打开 那这个牌呢 闲家这边他就得到了一个八个点 那他就是自然而然 他就赢了 这边呢 得到了两个点 所以 闲家为赢牌 那如果 庄家这边他得到的是九 比如说一个 一个八 那代表是九 那庄家这边就为赢牌 因为九位最大 好 我们再来 你看 先是闲家一张牌 然后庄家一张牌 闲家第二张牌 庄家第二张牌 先把闲家的牌打开 再把庄家的牌打开 OK 然后呢 再发 这边拿一张牌 OK 这边得到的是二 这边是七 然后这边会用牌 按照他的游戏规则呢 这边得到七的话 这边就不再要牌了 这边是二 所以这边还是要牌 我最近呢 会把百家乐的发牌规则 给大家整理出来 让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百家乐在赌场里头 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游戏 他的发牌规则的发牌规则呢 你看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三 然后庄家这边是九 那九位最大 任何一个玩家玩牌 他都希望能得到 对吧 最大的九的这个点数 所以说庄家这把 为硬牌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庄家和闲家 他一开始都得到两张牌 当这两张牌翻开之后呢 这边庄家又得到了一个九 自然而然就为硬牌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看 一把牌 他得到的是四张牌 那他最多最多 两边各加一张 就是说 因为牌的不同哈 不是说这个 这个就不用加牌了 就是各加一张 各加一张 那就代表说 百家乐这个游戏 他每一把牌发出来的牌 最多的情况下 就是六张 他不会超过六张的 两边一边呢 你看这就是自然而然牌 你看这样的话 其实他就是发了四张 但是有的时候 需要加牌 或者是怎么样 就各加一张 他不会说超出六张牌一共哈 有的游戏 但是他最少也是要 需要四张牌 我来完成这个游戏 先加是零 庄家是五 这边需要加牌 然后你看这就出现了 这边加的是一个四 这边是个五 他还要需要再加牌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边是六 对吧 五十五 他就是五 五加 这是代表一 就是六 六比四大 所以说 这个庄家为用牌 那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百家乐这个游戏 每一把牌 最多最多 就是会发出六张牌 对吧 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最少呢 是由四张牌组成的 他不会少于四张牌 他也不会多于六张牌 百家乐这个游戏呢 很多亚洲客人会玩 然后 他们被称为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个游戏 因为呢 你选装还有选闲 是由你个人来决定的 这个是四 这个是一 所以 玩家 选家这边 这边是零 这边是四 那这边呢 按照百家乐的游戏规则 这边 第三张牌加的是一个零的话 一个花牌的话 那这边就停牌 这边就赢了 有的时候在赌场遇到客人玩这个百家乐的话 如果他们自己看牌 有的时候他们看的不好 还会把牌撕掉 这个呢 在赌场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你知道其实他们那种赌的很大嘛 有的时候确实是 也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经常那样做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继续玩这个游戏 好 现在呢 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平局 就这边也是零点 这边也是零点 对吧 平局呢 在我们赌场里头 如果你 我们叫泰 就叫平局 你如果赌这个平局的话 那你就会得到八赔一的一个赔率 比如说你赌十块钱 那我们就会给你八十块钱 如果你赌这个平局的话 当然很多客人他也不赌哈 有的客人偶尔赌一把 还真的能赢一比 我其实今天为什么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百家乐呢 因为我最近正在整理这个百家乐的发开规则 所以我想让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呢 四加五十九 所以说这边庄家营 而且这个 我刚才说就是百家乐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游戏 所以说呢 我自己也希望能给大家介绍的清楚一些 虽然不是教程 只是给大家展示 那么也不想误导大家 对吧 这边是二 这边是六 这边 先家还需要再要一张牌 那 按照这个百家乐的游戏规则呢 这边就不要再要牌了 所以这边是七 先家为迎牌 我为什么这样 就是说视频要这样的去去拍哈 而不是面对着去拍 我把它放在桌子上 其实是更好拍的 是因为我想给大家演示的是 发牌员如何发牌 我不是要给大家演示的是 客人如何玩这个游戏哈 因为我这个频道主要的是介绍 在赌场工作 而不是在赌场玩牌 所以我想这样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大家就会更直观的去了解 这个百家乐这个发牌的情况 就像我们自己在桌子上发牌一样 练习一样 对吧 这边是九 所以说庄稼 发牌呢 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你想想百家乐这个游戏 它就是20以内的加减法 所以有的人他觉得他很聪明 或者是觉得他工作时间长了 他比较快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说你聪明不聪明 跟聪明聪明没有关系 因为20以内的加减法很难吗 当然你说数学它20以内的不难 但是让你从一数到一千 你也很容易出错对吧 所以这就是说 即使它不难 有的时候我们工作时间长 有的或者是疲劳的话 真的也会容易出错 这个呢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我们在支付筹码的时候 就一定要小心 因为对吧你你支付错了的话就很麻烦 如果你总是错的话呢 对吧 读厂经理也会跟你谈 看你是否还适合这份工作 所以说这个慢没有关系 但是呢要保证正确 如果因为有的人觉得 比如说有的主管 他因为你慢 他说你什么的话 让他滚一点去 对吧 作为新发他原版是正常的 看这就出现了 闲家是9 庄家是8 都是很大的牌 那9比8大 所以说闲家赢 在赌场工作呢 我觉得复筹码单 它的数字会大一些 但是单纯从发游戏来说的话 轮盘的游戏 它的数字的就是计算 要用的多一些 但是呢 像Blackjack 它只是30亿粒的加渐法 这个百家乐呢 它就是20亿粒的加渐法 像排酒啊 包括Chester Flush 三张牌 它们都是比对子 比铜花 就是说比较 跟那个算术 还真的是很少有关系 所以说在赌场用到算术的 可能真的就是百家乐 还有Blackjack 21点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这边需要一张牌 OK 这边也是三 那这边还是需要一张牌 OK 这个出现了什么 两边都是三 对吧 所以说排门是平局 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 学的说的英文 跟我一样的 不地道 OK 这边呢 庄家是七 闲家是六 这个游戏也就结束了 庄家自然而言赢 这就是百家乐的规定 过两天呢 我会把这个游戏的规则 给大家发出来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演示的 呃 一个原因吧 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 百家乐的发牌是什么样子 他不是说 我两边这边发两张 这边发两张 那这边加 如果加一张的话 这边也要加 不是的 它是有规则要求的 好了 这样两副牌我就发完了 然后我就呼噜呼噜的 把这个牌又洗了一遍 然后呢 大家想不想 再来 试一下呢 这个百家乐这个游戏 它 比较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它的玩法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真的玩起来 很多人都是很疯狂的借钱 对吧 杂官卖铁 他也要去赌这个游戏 所以说赌博有的时候 真的 哎 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让人鬼迷心 翘了一样吧 我觉得百家乐这个游戏 作为我们发牌 发牌的时候呢 其他的游戏 都是站在那里发牌 百家乐这个游戏 是做在那里的 所以有的时候 坐在那里发牌也是挺舒服的 因为大家 百家的这个游戏 客人看牌的时候 它也很慢 就是比如说 他决定下哪一边堵住的话 他这个决定这个过程 下堵住这个过程 也是很慢的 所以说 这是一个稍微比较慢的游戏 他不像Blackjack 一晚上就甩着膀子吧 就不停地在那发牌 你看你发的时间长了 你自然然的就 有那个感觉了 你看这边是六 这边呢 加了一张牌也是六 那你说 为什么他要加这张牌呢 对吧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 这个规则 大家不要去想为什么 对吧 它就是规则 大家就死机硬背就好了 在我们赌场工作的时候 有的发牌员喜欢发一种游戏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有的特别讨厌一种游戏 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都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游戏并没有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跟你遇到什么样的客人 对吧 那个真的是会让你感觉不一样 所以说你看这个是零 因为它是二十对吧 这边呢是七 所以这二十就代表是零 所以说这个是七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在赌场里工作的话 还是尽量的要把所有的游戏都学完 这样的话 要你在工作当中 你越早学完就越早去练习更多 对吧 不能生巧 而且有的赌场 因为你学完了所有的游戏 他还会给你的工资 有一定的涨幅 而且你所有的游戏都学完了往后 如果你搬家 换到别的州 也很容易找到工作 只会基本的游戏的话 找工作还是挺难的 你像我们公司 我们都唱 如果你会轮盘 还有制骰子的话 那你直接会得到一个全职的工作 如果你有工作经验的话 那你如果说我只会发blackjack 对吧 还有一些基础的游戏 那他不会给你全职的 他会给你个兼职 所以尽量的学会这个所有的游戏 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别的赌场 任何的赌场 blackjack 百家乐都是非常重要的游戏 有的赌场 他只是一个纸牌游戏 他没有做 像这个轮盘 或者制骰子 所以你会排酒 百家乐 还有blackjack 这些基本游戏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看我发牌 会不会觉得很闷 但是呢 就是很烦的意思 不是很像男人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 或者是想了解什么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比较有真内心的 回答你们 或者是做一个视频 给你们演示看 就像前一段时间 有朋友在我视频下方问我 说如何在美国买房子 是吧 包括地税的问题 我就立马做了一期视频 我这人啊 就是行动力非常的强 但是呢 有的时候可能想不到 大家想问什么问题 或者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你如果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就可以及时的回复给你 所以大家你看 你发时间长了的话 你就会边聊天 你都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完 当然在工作当中 你不能这样 你还是要专心 我就是说啊 这个熟能生巧 当时你要知道 我任何一个游戏通过的话 我都一把笔涕一把噔了 你就想想当时 对于不会玩游戏的我来说 用英文去学这个游戏有多难 我当时有多么激动 我现在依然非常感激赌场的这份工作 因为确实是 让我能在美国 我可以称之为事业 对吧 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融入到 这个生活工作环境当中去 给了我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所以说 我觉得 我真的是挺感激的 赌场这份工作 真的挺适合 刚来美国的朋友的 大家 不要觉得说 这是个服务行业就怎么样 因为 我觉得 你能在这个工作当中 把你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他就不只是工作了 对吧 就像一个学校一样了 我们叫做社会大学 真的是 很感激吧 就是让自己 能变得比以前更好 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很激动人心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百家乐的这个 操作 我就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希望你们喜欢 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吧 爱你们哦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还有鼓励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哦 爱你们 拜拜 他多会装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就是不能 你知道 有没有拉架的 我们俩快打起来了 对 咬你自己吧 拿出来了 嗯 做事 пер一批 他们 拔一下 开了 ?' 都不会 哪 gig 柱 一批 kay ا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